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霸丸第四代孙玉杰 今天霸丸来 有人叫你霸丸 有人叫你丁山 都叫霸丸 因为丁山是阿公的名字 所以丁山霸丸是阿公的名字 你是第四代 我是第四代 很多人说这个霸丸今天要来讲第二市场 以他身负重任 因为第二市场是早期我们台中 日本柏来品跟日本水果最多的地方 对 那个烦火还要靠你再现了 希望今天可以好好呈现一下 那你开始吧 因为我们第二市场是从清朝时期 其实就开始有了 然后到日据时代 应该算是台中最资深的一个市场 那我们早期就是以卖精品水果为主 那后来就有很多在地小吃的加入 然后也是有蛮多都是三代四代的老店这样 所以丁山霸丸到第四代 其实玉杰箱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是它是第一个在这次的疫情期间 第一个推动第二市场愿意走外卖 对不对 当时很多阿公阿嬷一直骂你 说不可能 那时候疫情还没爆发前 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增加一个曝光率 因为我把店重新改装 然后想说就是可以从Uber 比较多年轻人的地方下手 然后市场的人都觉得就是 都老店这么稳了 干嘛要做这些有的没有 生意那么好了 对还要让人家抽趴 他们觉得不划算 然后就一直笑就说 这白痴怎么赚到钱的 然后结果后来疫情爆发 整个菜市场几乎只有我有外送 钢石只有你有外送 对就是只有一两家有而已 其他人都还没有 然后后来疫情开始中间 比较舒缓的时候 就有一些哥哥姐姐就来问我说 就是外送平台怎么用 怎么抽成这样 那我就觉得就是被笑也没关系 反正我就是走这么前面 就是让你们知道说现在的环境 到底是怎么样这样 其实你一直来都做很多被笑的事情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包括你把你们叫的老店 把它弄得很文清风 对就是因为有一阵子 我找骑士做夜店 然后跟运动用品 就是都不在我家帮忙 其实就是只是偶尔帮忙 然后后来去台北之后就觉得 看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也学一些东西 就想说可以回台中 可不可以改变一点东西 因为我很喜欢老市区改新的东西 对 所以我就跟陪伙一起聊天 然后就画一些设计图 然后请他们帮我就是把电影状况 这样 今天玉姐也提供给大家很多 第二市场早期的老照片 对 看的超有feu 对啊 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从小到大 就是 都在那边跑那边玩 就是看它现在这样慢慢变慢慢变 然后变得越来越漂亮 这一张是在第二市场里面 这几年前的照片 这个应该是日剧时代的时候 哇百年喔 这是六角楼 六角楼 这是现在 对 这是现在的照片 对 所以我后来就是把那个六角楼的logo 请朋友画一个图腾 然后我们就把它做一些 就是一些周边 对 让大家可以更深刻印象 然后这张是你们家的 对 这是后来改建之后的招牌 好看啊 对 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对 其实定三八晚不在市场里面 在市场的旁边 对 我们移到市场对面 原本在市场 因为后来就是地方小 停车不方便 我们想说让客人方便一点 就移到对面 其实我回台中去的时候 我特别跑了一趟第二市场 那个真的有点比较矮 对不对 对 像如果你大概200公分 它可能就到顶了 就里面就禁止篮球员进入 太矮这样 对 就是压迫感太重 不过它里面真的还是生机勃勃 对 因为我们算其实偏观光市场 所以其实假日还是很多观光客 对 今天郁杰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丁山八晚可以卖到100 我们现在119年 119年 而且第二波 它说他们家的那个意面 韩国观光客超爱的 待会你来聊聊 可以 今天郁杰还有带他的好朋友来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隔壁这一位 就是我台中也是餐饮同好 然后他也是以前也是设计师 然后很有品味 然后也很有自己的风格 然后他的代表就有咖喱跟居酒屋 然后他叫方圣远 对 帮我们打给招呼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盛元也是设计师 我之前是做设计大概做快10年 然后后来才突然转站餐饮 设计什么 我最早是做平面设计出来 然后后来 银元机会变成服装设计 我在服装设计圈大概做了8年左右 你设计炒牌的衣服 对炒牌的 那后来 我原本做炒牌做了蛮久一段时间的 但是因为我自己其实内心 应该讲设计是我的专业 但我内心是对餐饮美食是非常有兴趣的 所以我在做设计师的同时 我还有经营我自己的一些美食部落格 到处去吃好吃的啊 写好吃我就会很开心 然后后来因为 我做服装的时候 遇到了那个时候刚好 有一些外国的品牌 就说UNIQLO ZARRA或是一些虾皮购物 对我觉得那时候对服装产业打击很大 因为以前你都设计那种很独特的衣服 可是没有想到UNIQLO进来之后 就是一个Style 就量很大 是没错 而且我那时候有个感想就是 因为我自己做设计师 我有我自己喜欢的品味跟我的喜好 所以我做我觉得很好看很帅的衣服 却都卖不好 然后好看都是 我自己觉得很普通的一些大众型商品 简单的素体那种才卖得很好 然后我就越做越灰心 所以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改做一个 我做的东西 大家为了这个东西而来的一个事业 我觉得餐饮业一定是这样子没错 你今天要告诉大家 你有两个品牌 大概说一下 一个是走咖哩饭的路线 对 我两个一个是小次男咖哩 在台中有两间店 另外一个是我最新的品牌 叫做落日小酒厂 小次男咖哩就是前面的这个logo 是你自己的logo 都是我自己做设计的 所以这包括里面的图样或者是颜色都是自己设计的 对 整个卡通图案 字型 甚至我店的装潢 多数都是我自己做规划设计 哇那你也跟那个郁杰一样 把那个老屋做改变 是 我当时第一间店的时候 小次男咖哩最早就是一个很老旧的一个房子 我那时候其实原本不是打算经营咖哩饭的 应该讲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当时我在做咖哩饭之前是先从日式剪角开始 日式炒面日式剪角 然后后来做一做我 因为音乐机会下看到一栋很漂亮的老房子 我就说哇这栋太漂亮 我一定要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帮他做点什么 而且那时候租金又觉得还可以 我就先租下来 再慢慢思考要做什么东西 所以那间店他租下来大概半年后 然后才租现在小次男咖哩这个店面 所以没有苟且啦 一定都有酝酿器 真的我设计加上菜色规划都很认真在做很多事情 你目前是两个品牌一起走 一个咖哩那一个走的是日式的 夜店风的日式居酒屋 我居酒屋的风格 因为我自己我以前就非常喜欢日本文化日本风格 所以包含我之前做超牌 或是我做的小三咖哩 或是我现在居酒屋都是以真正的日本风格 来做样貌整个样貌是比较日式风格的 那因为我当初做小自然咖哩的设计的时候 我里面灯光比较昏暗 然后都放一些比较 比如说City Pop或日式那种一些音乐 大家都会以为这边就是酒吧或是居酒屋 那我就说那我干脆来开居酒屋 反正我也喜欢 后来就做现在这个风格这样子 包括你今天带来这位好朋友也来自于日本 是 他是我们店同事叫做Momo 所以现在居酒屋的很多菜色都是他在主理当中 应该说我们我会一起规划一起讨论 然后还有其他同事这样子 待会也请你好好来讲一下你们的特色 第三位来宾交给你介绍 他是我在参加市集活动认识的一个高雄的朋友 他是一个年轻人然后很有想法 然后也是在老老旧的高雄市区 开了一间咖啡店 共生咖啡的老板蔡薰 蔡薰交给你 主持人好大家好 所以蔡薰跟郁杰一样都在就是老旧的市场当中开新的店面 他是在高雄的老市区旁边 那边开了一个咖啡厅 你现在以经营咖啡厅为主 对 那你跟他们一样应该很有咖啡的工作经验才敢开这个店吧 对也是在咖啡店待了快七八年 快八年左右才出来开的 然后中途就是一直参加大花的比赛 然后跟一些咖啡的一些考试这样子 其实今天当时蔡薰跟我说 我可不可以搬那个拉花 算拉花机 咖啡机 咖啡机来 对 他本来要搬来的 大概这么大台对不对 对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跟磨豆鸡这样 对然后还有磨豆鸡 还要打奶泡 对 还要那边调 其实拉花是蔡薰应该是很厉害的项目 对他有得名的 那今天因为搬不到现场来 所以我们只要用照片重新给大家看 对 你的拉花 拉花到底他的真正 他的诀窍在哪里啊 他的取消是在于奶泡 跟 你跟浓缩的融合这样子 对然后再来是图形上的 勾勒表现 你可以拉出这样的图形出来 对这是独角兽飞马 然后是海马 对 这是外带被拉的 对 这种图案一般不见得 一般人不见得拉得出来 不见得 要练习 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 所以你对美感是很有想法 对 包括电影的设计也是 就是自己跟设计师讨论的 然后用了高雄的一些感官的特色去呈现我电耳的风格 这三位来宾都很有设计的天分 你当时跟丁山霸丸认识是约跑市集 对 那你们有什么样的合作 我们在前几个月有一起联名 就是我邀请他下来高雄 因为高雄蛮多朋友跟一些客人 是很想念他的霸丸跟他的意面 因为没有吃过这种台中口味的霸丸 他就把他带下来 然后就是一起做一个 他出他的霸丸跟意面 然后出了饮料 我就强项这样子 那像聪明等于是一个客人进来之后 那个消费金额增加很多 就是一个套层 互相拉抬的概念 算是算是 互相綁衬 所以今天蔡薰要这样告诉大家 他的咖啡 还有你的甜点 对 我们很期待 好 那我们就再回到这个郁杰这边来 是 我们要开始来吃肉丸 可以 你今天带几颗来 我今天台面上两颗 但台面下蛮多颗 台面下蛮多颗 我本来想说 会不会那个圣元或者菜区他们想吃 请他们当消费者吃一吃 告诉他们的心得 他们应该吃到 不想再吃了 没餐厉都会吃 他家我都是先三颗 台中人都必须要吃 那我问你 他们家的肉丸 为什么真的这么厉害 请圣元说 我自己觉得 其实我每次都问他 我很想问他有什么诀窍 对 肉丸那么好吃是加了什么 他每次回答我都说 没有就是 新鲜的什么 就是什么跟什么 对他想回答我 很像没什么东西 他就说我就新鲜的后腿肉 对 我就说奇怪那为什么就是特别好吃 我就 可能他有偷偷不跟我们讲 你说 口袋里面有一些秘密 对 其实新鲜就是重点了 对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每天早上现做 然后 像我们傍晚的皮 我们是用再来米 因为一般都是用米姜 米磨成姜 然后下去煮 但我们是 就是新鲜的米 然后下去熬成粥 打成姜 所以我们的皮的颜色 这个一般不一样是我们比较偏白色 一般的话都是透明的 它是吃起来比较Q 因为它是粉比较多 但我们吃起来是软Q 它是因为米的成分大概是7 然后粉只有3而已 所以你意思说 这个肉碗要能够卖百年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皮的做法就不一样 对 我们皮应该 现在全台湾应该只有我们这样做 很够干的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工序蛮多的 就是Q 对 然后吃得到米的颗粒感 一点点米的原味 如果你一直去细嚼的话 其实是会有米的味道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 你们家的营业时间不够长的原因 是因为卖完就没有了 对 我们就是限量量产 我发现很特别 圣源他们真正我觉得 厉害的地方是它的酱 是 对我们酱也是米做的 像我们是传统红白酱 白酱的部分就只有米跟糖两个东西 其实没有其他东西 白酱只有米跟糖 对 那辣酱的话是有加一点味噌跟辣椒而已 然后是因为 我阿公以前那时候煮起来的时候 它是有点橘红色 他觉得没有那么讨喜 所以他就加一点那个 昂谷粿的那个颜色 所以才调合成有点粉红色这样 真的 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是它的酱 因为说都很厉害 皮要很Q 那用米的味道 然后配上白酱的甜甜的 那红酱就很辣辣的 对 那个感觉就是蛮开胃的 其实甜辣的感觉 就很搭 对 那另外里面的肉 我刚刚虽然还没有吃 但是我吃得出来也是很 很有调味的味道在里面 对我们有就是基本的一些辛香料调味而已 然后它就是主要其实就是 我们是每天早上送来的那个猪的后腿肉 剩余 那就是它的所谓的新鲜 意思是这样 对 等于说这些肉里面的肉 都是当天才做的 对我们都早上就是市场那边屠宰完之后 就送过来这样 然后要腌 对我们像我们猪肉配合厂商 其实也配合三代 对也是我们都长期配合 就是互相信任 等于是说它每天要固定送多少就到你家 对对对 有时候可能他们配送多少 我们其实就做多少这样 难怪量不多 对就是量产的问题就是这样 肉丸的特殊还有呢 我们其实还有酱油 我们酱油跟一般不一样 哦里面还有淋酱油啊 对我们其实是硬油 那它的吃起来的话就不会死咸 然后会比较回甘一点点 这样跟那个甜酱辣酱搭配起来的话 就是你吃起来不会那么腻 对还有香菜 其实香菜是 但是香菜就见仁见智啊 我很喜欢香菜 就是加香菜的话 香味真的会增加蛮多 跟你没有加 其实吃起来会不一样 它是两个层次的感觉 所以你们不敢吃香菜的朋友 你就试着在肉碗里面加香菜 你会发现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有价跟没价就是不一样 香味其实就差一百 郑远他这样讲你满意吗 我最爱香菜了 那可以 你满意吗 他介绍他们家的肉碗 我觉得他快把秘方全部讲完了 有吗 秘方讲出来没关系 有讲得也没讲 可是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 因为其实我看玉姐 我有时候半夜晚上 都在线上遇到他或什么 可是他不是每天早上一大早 都要去弄他们肉碗的东西 他说对 他几乎都没有在休息了 你没在睡觉是不是 不太喜欢睡觉 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 你几点开始弄 我们其实妈妈比较早 大概六七点 那我就大概七八点 就下去接手这样 然后呢 然后就我们一路坐 坐大概十点多 然后就去店里 因为我们就是直接坐完 就往店里送 然后就开店准备营业这样 那为什么都没睡觉 原因是什么 就想说哪里做不好 每天在反省自己 那你有哪里做不好 我觉得都不错 目前 对 够老实 你的包丸包括肉 皮 还有酱 就是你的特色 对 再来你想讲什么 我们家还有一个 馄饨跟意面 对 馄饨跟意面 对 那我先介绍馄饨好了 因为我们家 其实有做馄饨汤跟炒手 那只是因为我 我就是比较喜欢跟不同的店家做合作 然后我们跟一个烧肉店叫Uncle Sean 然后我们跟他合作一个台中县令版炸馄饨 台中县令版 对 那他沾的酱料也是台中的酱料 东泉辣椒酱 就这一盘 对 然后吃起来就 它很开胃 然后很咸香 你可以试试看 因为东泉辣椒酱就是微微辣 对 其实跟馄饨还蛮搭的 对 好那这一盘呢 我们待会就一起共享 可以可以没问题 所以这也是属于丁山 那我在想 因为馄饨里面一定有包肉 对 所以肉也是每天新鲜的 对 然后皮的话你要做炸的 代表它厚度要更厚 其实我们馄饨皮跟一般不太一样 是我们厚度比较厚 然后吃起来稍微比较Q一点点 因为它像你外带的话回去 其实它还不会太烂 因为有些温度皮比较薄 然后它你外带回去泡的汤里面 其实很容易回去 那个皮跟肉会分离 那我们的比较不会 虽然是冷的 对 可是吃起来还有脆度的感觉 对 对 因为它其实炸的蛮酥脆的 而且它油炸过后 其实它不会很稀油 对 所以其实还蛮OK的 不油不油 对 你的意面这几年受到很多韩国欧巴们的喜欢 是 去年开始 待会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你可以掳获韩国人的胃 没问题 声音要换你 是 你有特别先讲咖哩 还是要先讲你的聚酒屋 我今天没有带到咖哩的东西 但其实咖哩是我 应该讲是我的 也不是说起点 应该讲我最早其实是做 日式草面跟日式尖角的店 然后那个时候做到后期 因为其中那时候声音还不错 因为我店当时 我店都是我自己设计的风格 所以风格来讲都是 蛮独特的一个设计感觉 然后那时候做尖角的时候 因为太多需要人力啊 包水角啊 或什么的人力问题 然后我好不容易教会这位同事 然后他下个月跟我說 老板我不做了 教会这位他下个月跟说 老板我不做了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哇 人力的工作真的太辛苦 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个 比较不需要现场人力的工作 所以我就想到 我那时候就是看到一个老子很漂亮 我那时候不是想说 要做什么工作 做什么品项吗 对 我想我觉得咖哩饭不错 咖哩饭我前期辛苦一点 努力熬努力做 但现场我请人来帮忙 只要会盛饭 会盛出来就可以做生意了 所以我当时先做咖哩饭 所以那是我最早 等于是我的 不敢说其实 那是比较让我可以走到现在 比较让大家了解 了解这个品牌的一个重点 这样子 好吧那咖哩醬 既然今天没有带那么多来 没机会 你重点其实应该 应该摆在你的G95 对我现在 因为我现在 G95我们才刚营业大概两周 大家还蛮喜欢的 那我们开始开喝了 你要跟我们先讲哪一个部分 我们店的调酒比较特色 调酒 我们店几乎 酒类几乎都是用日本的甲类烧皱来做特调 甲类烧酒 是 因为台湾比较多 可能用Vaga 或是一些欧美的酒款 然后来做集酒来做调酒 但我们都是 因为真正的日本的G95 其实比较使用甲类烧皱 甲类烧皱它的特色就是 比较没有酒的臭味 所以它调起来 可以比较保留原本的原味 原本是食物的原味 我可以先试喝哪一杯 我觉得豆乳的可以试试看 这是日本的豆乳吧 用日本豆乳来做调酒 然后里面加黑糖 然后还有烧皱 所以这个是有加日本烧皱 跟日本的豆乳 跟加黑糖的 它大概几% 它烧皱本身是25% 调完大概9%左右 但喝不出酒感 很像没有酒 但其实是 喝大概三杯 头会开始 蛮开心的 头会蛮开心的 喝不出任何酒精的味道 是 夹在烧皱特色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店蛮多客人来 因为他们可能 喜欢喝一些外面的调酒 就会觉得 我们店是不是没有加酒 然后他就说 可以帮我双倍吗 然后什么吗 但我看他们大概 喝了三四杯之后 我就开始 越来越开心了 我说真的 喝不出任何酒的味道 是 所以这是日本很特别的 酒类的常见方式 对 日本几乎都是这样子 但我觉得你这么反骨 你的店面的设计 应该跟一般的居酒屋不一样 是 你从夜店风 应该说我店的风格 灯光比较昏暗 然后加一些红色 蓝色灯光在那边 让人家比较更迷幻的感觉 这一杯这样喝下去 完全喝不到酒的味道 所以会不知不觉 越喝越多 然后就 就 然后你这时候讲的时候 我们要打金鱼 喝酒行户过量这样 我一定会 一定会很重要的 是 再来 我们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有蛮多特色 像这个是 我们一般的柠檬沙瓦 蛮常见的 这个是柠檬沙瓦 但我们上面加了棉花糖 柠檬沙瓦本身无糖 然后把棉花糖味道融进去 就变有糖味道 然后可以吃到棉花糖的口感 有很多女生会 慢慢这样一边一边拿起来吃 那当然交给momo 帮我们示范一下怎么喝 是吗 因为momo来自于日本 但是 只要中文不错的 中文不错 这边是你调的 对 没错 然后它 是上面有棉花糖 然后有些人是喜欢 就是这样吃开吃 然后一口这样子 一口喝酒这样 蔡萱来吃一下 因为蔡萱他也是做特调很厉害的 然后再喝一口 一口 一口 你喝 你喝 我怕那个酒太多了 受不了 对 喝喝看你的感觉如何 因为这两个算是可以互相交流 而且这个的好处是 有的人喜欢喝甜的 有的人喜欢喝不甜的 其他等于是糖度可以自己调整 我说真的 那个棉花糖好好吃喔 你棉花糖怎么弄的啊 那是我们精挑细选的一个秘密 它的棉花糖好甜好香喔 很香 你有吃什么 我们找蛮多种的 发现这个跟这个是我们比较搭配的 我怎么不喝饮料再吃棉花糖 一口棉花糖一口饮料真的会比较大 对 你说一喝一口饮料一口棉花糖 对 因为我们这个是无糖就是比较带酸味无糖的 对 所以配个甜的再喝一下 刚刚好 就是清爽的感觉 夏天喝个这个 欸对 不要再加我喝了 那没有办法换我主持 太好了先继续 再来 好OK 然后再来就比较特色 这个是我们店比较特色 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 但其实真正日本真的有这一道 这是柴鱼梅干沙瓦 上面是柴鱼片 上面是柴鱼片 下面是日本的梅干 咸的梅干 我觉得盛源真的是一个很反骨的人 他都要跟人家做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觉得 像我以前做服务 因为我做设计的关系 所以我就不喜欢做跟人家一样的事情 对 所以像我之前开咖哩啊 或做一些东西 我的味道通常都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就没有对照组 你不会在我这边喝到 欸那家的什么跟这很像 我就完全都长不一样 这是我想要做出自己的独特性 这就是 这很有趣 上面是柴鱼 然后里面是梅干 我里面还要加一些日式的调味料在里面 所以它其实虽然它是酒 但喝起来其实有点像是茶泡饭的概念 我刚刚喝了那两杯 我就发现真的喝第三杯第四杯 可是为了要做正确的示范 我不能再喝了 是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用咖啡 然后再加冰淇淋做调酒 漂浮咖啡调酒 哇等于是冰咖啡里面又加了漂浮 又加调酒 那调酒是什么酒在里面 我们酒类几乎都是假类少咒 对 就比较喝不出酒感 就可以喝出原本的 例如说喝出豆腐的原味 柠檬的香味 还有咖啡的香味 郁杰你想喝哪一杯 我都可以 我喝过了你可以接受吗 郁杰搞全部都可以喝完 对 不要 这样作物示范不行 是 不过有很多时候到剧酒屋 它那个feel很重要 就像你说你把它弄得暗暗的 对 然后其实它的店就在路边而已 对 在搜过百货的后面 对在后面 那个店也其实很厉害 对 那个年轻人蛮多 对面是一个公园 独一公园 就是氛围很好的一个地方 又可以去公园聊天 又可以跑去店里面吃东西 很好的 那很会选 人太多的时候 请你拿外袋 然后去公园吃 去对面做 真的假的 真的我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们有时候生意太好 然后客人来梅味走 我说 还是你先拿杯外袋 或是你拿杯子去 我们对面刚好有地方可以坐 坐在公园 气氛也不错 然后再等 时间到 打电话回来 他再回来 所以其实很多 做生意要做得好 真的要天时地地 地点很重要 我也觉得地点 没错 待会你跟各位介绍 其实你的食物也很厉害 是 你没有带Menu来的 我没提醒你 对没带到 他有好多Menu 很奇奇怪的内容在里面 大家到店里面可以感受一下 不能让蔡薰等太久 蔡薰让我觉得他也很疯狂的地方 是他告诉我说 他虽然是从咖啡厅里面 学了一身功夫 一直想自己创业 不过创业这三年以来 就先遇到了疫情 对没错 但他说我就是疯狂 我要把所有台湾的水果 全部拿来做特调 你一开始要怎么介绍第一款 第一款我会从荆棘 荆棘是我们在台湾很常进的一个水果 荆棘柠檬 荆棘这东西都很常出现 然后我就是拿来做咖啡的结合 你在喝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荆棘的香气 而且是很清爽很清爽 所以你做的是水果口味的冰咖啡特调 对 而且它的原料很简单 就是荆棘柠檬 跟咖啡 还有一点糖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喝了吗 可以 还是要摇一摇什么之类的 不用摇 可以用搅拌 我在店以后 我是会用果汁机打过 用果汁机打咖啡 他已经有打过 他的弄喝已经 match了 好 你第一杯是荆棘柠檬特调 荆棘柠檬特调 你感受 我觉得很厉害的是 因为一般假设你喝咖啡口味的什么 你会觉得要么就太果汁味或太咖啡味 但他这个果汁的香甜 喝下去之外 他咖啡味道非常的香 就咖啡味道完全不会被任何的香料盖过 完美的搭配 其实他们两个不认识 他是我网友 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他 你是第一次见到他 可是你竟然能够把他在咖啡场这么传神 可是确实是这样 他这样讲我会想喝喝看 我喝第二款 第二款的话是蜂蜜冰冰室 对 然后因为我的蜂蜜是跟那个 彰化的一个好朋友 他是养蜂农 他是一个年轻人跟我一样同年纪 然后就是接受他家人的蜂场 然后做出很蠢蜂蜜 做出很蠢蜂蜜 所以他的蜂蜜是很香的 而且他的蜂蜜是 他说他的蜂蜜会到处乱跑 会跑去蜂蜜田 然后可能荔枝园 芒果园 这样子 去采蜜 所以他的蜂蜜 层次是非常足够的 所以他喝的时候 非常浓郁的蜂蜜香气 然后我也会带咖啡的味道 哪一杯是蜂蜜咖啡 这杯 这杯 圣源来 你给我你的吸管 那杯给我 好 这样可以 那多几支 大家可以轮流一下 我准备四支 我觉得他很特别的地方是 刚刚这个荆棘柠檬的味道 跟咖啡的味道 两个都很强 对 没有谁压过谁 这个也是 蜂蜜的也是 逻辑是很像 而且他刚刚说 这个蜂蜜的蜜蜂 比较 采各种的 所以我不太知道 他这个算是什么蜜 雜蜜 一般是说 很丰富的 果香很重 我现在就有那种 凤梨跟热爱水果的香气 是是是 凤梨的味道很重 我们这样子轮流 这样喝会不会很不太礼貌 不是 吸管吗 应该 某某可以 好来继续继续继续 然后再来就是 百香凤梨冰美式 百香凤梨冰美式 对对对 其实我店里也有出过 凤梨冰美式 然后这是 要让它的味道更有层次 我加了就是 百香菇进去 好 然后那个凤梨它是土凤梨 然后把土凤梨去跟蜂� 去做腌汁 凤梨的蜂蜜糖酱 然后一起把它打出来这样子 这个好好喝喔 还有那个土凤梨酱的果凶在里面 它很会搞咖啡不同口味 可是很厉害耶 土凤梨酱 然后呢 加百香果 然后加一点咖啡 我告诉你 这一款 跟之前那个味道不太一样 试试看 因为土凤梨它的酸度比较高 然后再加上凤梨的那个 蜂蜜的甜感去把它拉出 我都裹肉耶 对 这一款是唯一 刚刚我们喝的过程当中 咖啡没有那么强 因为它整个被凤梨的味道盖过去了 对因为凤梨的味道很强 然后加百香果的香气在里面 这更有层次 非常好喝 非常好喝 你某某要喝一下 我觉得这 我的店感觉可以卖 可以 加酒 有道理 太棒了 如果加你日本的手中的话 不倒很赞 对 合作一下 其实厉害的地方是 它那个凤梨酱很强 对 某某你觉得可以吗 好好喝 这个女生会很喜欢 女生一定会喜欢 女生一定喜欢这个味道 因为它很又香又甜 然后咖啡可以再稍微强一点 没问题 对 好那你们就好好合作 再来第四款是什么 然后第四款是冬瓜 冰美式 冬瓜茶 对 你看我们这我们四款群肉是台湾的原物料 嗯 冬瓜就是有古早味冬瓜的 的 岩层那边的店家 所以我也是会找 我们高中附近的一些 来我店去合作 你继续说我已经喝上瘾了 OK 对 然后这个冬瓜它是 他们又要卖冬瓜砖 所以我把冬瓜砖熬成糖之后 会做一个冬瓜糖 然后再把它冬瓜砖熬成冬瓜茶 冬瓜茶 去做结合 这样子 所以冬瓜茶 又轮到郁姐来做评论 对不对 冬瓜 郁姐应该以前有喝过 我记得我之前 四季的时候没有遇过 就是它其实 是蛮平衡的 而且不会很腻 因为冬瓜有时候过甜 但它其实跟咖啡香 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是蛮mage 你接下来还要调 咽巴做什么不同口味 你说你全台湾的水果 都要把它特调一遍 对 我这周还有一个四季要做 所以我就是用小玉西瓜 小玉西瓜 然后呢 然后做成冬冬式 那一定很清凉 对 对 夏天的味道 还有呢 然后 接下来还会 因为我接下来七月 还有一个香菜四季 也是会做香菜特调 香菜就是肉丸的香菜 对 那时候我们一起联名的时候的饮料 然后就是香菜自己 定山游戏区 香菜果汁的特调 对 香菜美食用香菜气泡演这样子 哇 你们那个市集在哪里办 在高雄 柏尔 柏尔特区 7月几号 7月6号跟7号 所以去高雄柏尔特区 喝得到你们的香菜特调 可以 那也可以吃到爆量香菜肉丸 对 对 你的肉丸加很多香菜 味道一定更赞 对 就是会被香菜掩盖 那时候联名的时候 每一个饮碗跟饮碗都加满香菜 然后加上我的饮料 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这些来宾 他们很有创意 而且他们都很爱吃美食 然后吃得很喜欢 他们就觉得消费者一定 一定可以能够接受 是 我们再回到饮碗身上去 你刚告诉我们说肉丸还有你的 那个馄饨刚刚吃过了 对 我记得那时候玉杰跟我说 最近很多韩国观光客 跑到台中的第二市场 是为了你们家的意念去的 对 因为刚好去年有一档节目叫我独自生活 然后他们就是主持人刚好来我们家吃意面跟肉丸 然后就是他们吃完之后就很喜欢这个意面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味道跟韩国的大酱很像 这个是你们家的意面 对 所以韩国人喜欢这一碗面的原因是因为 你们家特调的酱 对 肉燥跟酱油糕 然后我们肉燥就跟别人不太一样 肉燥跟别人不太一样 肉燥跟别人不太一样 对 妈妈的爱嘛 对 因为我妈有加入一个 就她自己的特调 跟一般的那个肉燥不太一样 我刚刚 虽然我还没有吃 我看得出来丁山肉丸他们家的肉燥的肉块 比别人大颗 对我们是用比较粗的绞肉 因为一般都有的咸肉都很油 对 比较吃得到口感 嗯 听说要给我筷子对不对 谢谢 好 你看这么多筷子 一直说我们可以一起吃 来来的那个圣元 来来 谢谢 所以韩国人为什么喜欢吃我们台湾这一款 的那个 因为它的口味吧 就是跟他们当地的 有点像大酱面炸酱面那一种 谢谢 还热热的吃吧 吃吧 好你先帮我吃 我发现他也很会解释那个吃的内容 因为毕竟当设计师 而且自己当时明明在设计衣服 跑去做美食 还写部落格 对不对 对 然后后来才真正的走入到食品这个行业 然后自己开店 很好 它这个 我觉得不是一般的只有咸味 它还有带一点甘甜味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甘甜味 就吃起来会特别的 特别的顺口 甘甜味啊 甘甜味 我觉得它降料 遇起来为什么会降 他刚刚有刷妈妈的一个特条 妈妈其实有加 在肉罩里面有加沙茶 就是跟一般的古早味肉罩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酱油膏也是有选过的 他刚刚说他妈妈的特条 原本不能讲他全部都讲完了 我就喜欢把秘密分享出去 妈妈看完这集应该会生气 妈妈的特条里面 我记得你之前告诉我说有加沙茶酱 对 有加冬泉辣椒酱 冬泉是另外加 不一样 对不一样 就是韩国也蛮喜欢我们的冬泉辣椒酱 因为跟他们韩式辣椒酱 像是都是糯米 糯米做的 所以味道就是蛮接近他们的口味 你就吃一口对不对 对 你不用跟我客气啊 因为我吃一口停不下来 太好吃了 真的太好吃了 真的很好吃 你可以做几碗 可以再做这一碗 某某来 哇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吃 还是你要给小薰吃 对 蔡薰吃 这面真的好好吃 我告诉你 这不是韩国人喜欢吃 一定是台湾人都会喜欢吃 是 就是比较我们传统的 台湾的小吃的味道 而且肉真的很大块 他们那个肉真的是 对 肉大块之外 它那个酱 我实在没办法说 就是好吃 蔡薰你觉得那个面怎样 非常好吃 而且很咸香 对 它没有很咸 它就是很香 很香 因为女生吃面可能会 镜头没有很好看 因为你的优养会 会lost掉 所以我就没有请你吃面 但是你看得出来 我们吃得很开心 很开心 对 很开心 所以这就是韩国人 为什么喜欢去吃面的关系 我可以问你吗 是 这样一碗面卖多少钱 我们卖45元而已 便宜 铜板 铜板价 我们都铜板美食 你这样的面在台北没有卖到六七十不可能 它的量虽然没有很大 可是它里面的材料 都有挑过 对 我们也是其实也是文体租 我们就是我们家就是都用文体租 你可以继续吃啊 我想说等一下可能还有其他东西 还有其他 好那你继续讲 好那这些是我们第二市场的美食 要宣布第二市场的时间到了 听说有很多民意代表跟很多地方的好朋友都说 稍微施压了 不是 这是叫好好介绍 对 要好好介绍 对 那这个就是最传统我们台中的炒面 然后 冬泉的话就是 我有个好朋友叫张立东 他说我一定要淋三圈半最完美 所以我刚才先把你淋上去 因为我也是台中人 我说实话以前我们只要去上课读书的时候 都是这样一碗炒面 然后淋一点冬泉辣椒酱 这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的记忆 其实我们不管吃饭吃面都喜欢加冬泉 然后还有这个是我们市场的控肉饭 第二市场的控肉饭 对 然后我们市场有两个霸足 白天是叫三合 晚上是离海 他们是市场最强的两个控肉饭 然后他们是一个做白天一个做晚上 所以请大家有机会去台中第二市场 虽然市场已经百年了 虽然很多建筑物是非常的老旧 可以教授吧 可以 很多地方真的老旧 可是那个味道繁华还在 对就是热闹的程度还是依然在 不管平日或假日都其实都还是蛮热闹 对 那我们继续吃面你继续讲 可以 那还有一个是我们台中特有的特产 叫蚂蚁 它吃起来就是比较 有点苦干苦干这样 然后它都会加一点那个地瓜 综合掉它的苦味 但它只有在夏季才有说 它其实是算消暑盛品 但其实蛮多人不敢吃的 因为它有一点稠稠的 因为它是用那个 麻药草去揉出来的那个 棉液 然后一起下去煮汤这样 所以这也是蛮多人到市场都会试看看的一个汤品 所以我想我的感觉 他们家的那个伊面比台中炒面好吃 我不敢讲 但是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他们家的面比较好吃 真的很好吃 那个炒面有点 可是我觉得应该说台中炒面台中麻衣或什么的 都是在地人从小的一种情怀 对 对啊 就是非常喜欢 吃的是回忆 我也是在台中 我也是喜欢 可是吃过这个 就整个点那个好吃 我也不去了 那我只能道歉了 他这个 他这个 现在是我们台中之光 我们现在好多 我们光光 我们店里很多韩国客人 我怀疑都是 因为他的关系 到台中来旅游 其实如果韩国人喜欢某一个样 某一个品项 它能够语入军家是好事 对 因为其实像我们从去年开始 每天平均都有三成到四成是韩国客人 然后又 韩国那边的旅行社有打电话跟我们说 就是 他们有帮我们排入 他们来台湾的行程之一 对 就是 而且现在又直飞了 台中韩国直飞了 所以就更多韩国客人会来台中玩这样 是 其实我们刚吃得这么开心 其实我要留一点味吃你的 谢谢 我们店的都是 其实比较多是 居酒屋的下酒菜的小料理 因为真正在 因为其实台湾的很多居酒屋 在那边一般都是以串烧跟快炒为主 但是我们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日本风格 然后其实日本当地都是比较多种小米料理 小盘的小料理 然后例如说 我可以吃这一道喝点酒 然后再次可以 等于是 每一道菜不用吃太饱 但是可以吃到很多种不同的样貌 这样子 我们店也是这种风格 都很多各式各样的小料理 这样子 我们先吃这个 是 我今天带来三个 这个是我们这个 我们叫无花果的奶酪 做的下酒菜 哇 其实 看感觉出来你非常的用心 无花果做成奶酪 然后加冰淡 它这个其实虽然叫无花果 但其实很多综合水果的果干 然后加上一些cream cheese 还有一些调味 这样吃吗 对 其实有点像法式点心那种感觉 吃起来 摩摩这个交给你好摩摩 可以吗 好 这个是他研发是你研发 店面菜几乎都研发 但是我都会请教他的建议 这样子 这个每个女生来都非常喜欢 这个样子就是很健康 然后吃起来 没有负担的 会非常好的感觉 是没有负担的 是 是 待会我要吃菜薰 待会我们一起吃菜薰 他们家的那个肉桂卷 还有花生卷 他肉桂卷刚做好的时候 这边整个都是那个香味 哦 肉桂卷刚做好都是那个味道 肉桂卷 对啊 太香了 你对食物也很有研究 你觉得这一款的特色是什么 他的饼干 带动了整个 那个 五花果卤肉的 升华很多 饼干 饼干像五花果汁的升华很多 是 增加很丰富的口感的程式 是 就是觉得很多元化 对 很解腻 可以一直吃 很解腻 然后再配上这个酒 哇 再来 生火腿乳肉卷 生火腿 然后加上 一些我们调味没有加很特别的是 加 呃 日本的山椒 其实跟中国的花椒也类似 所以口感上除了原本的 呃 起司啊 火腿的味道之外 还多了一些 特殊的香料味 所以吃起来是 口感会很丰富 就很想来杯啤酒或是 欸我没有吃过这样的料理 这个每个人都喜欢吃 肉丸你吃一下 之前我们客人来 他吃完一盘 又再点了三盘 蔡俊你每次过对不对 来 它里面的绿色叶子是指数叶 日本指数叶 所以又有指数叶的方向在里面 叫解腻的效果 肉丸感觉怎么样 它吃起来就是会让我想要再喝一杯 難怪他们随便都三思飞一下 可是我们今天不能做错误示范 要喝去店里面喝不管 到店里喝 蔡俊怎么样 它上面的是什么 他问你说上面是什么 你说酱料吗 那个油 那是我们一些初榨橄榄油 那橄榄油之外 我们里面还会加一些柠檬汁 来做解腻 还有一些特殊香料在里面 所以你看它里面是有 初榨橄榄油加柠檬汁 所以它不是单纯的只有橄榄油而已 看起来很单纯 其实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在里面 它的确里面很多的层次在里面 某某这个 你不要吃 留给我吃 你给你吃 继续 这个是我们的店面特色 是猪蛇 猪蛇头 对 我们猪蛇用高压锅 然后压到很软 然后加日本清酒 我们用清酒去压 然后压得很软爛 这是我们的急促酱 我们放在这个小域里面 怎么用 解说 它这个 上面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萝卜泥 萝卜泥 然后把这个酱料把它夹进去 一片 然后加一点萝卜泥 这样配着吃 哦 对 这是比较清爽的东西 嗯 那个 郁姐要自己自动一下吧 不是 这真的很像聚酒屋的食物 是 冷的 可是味道很特别 对 继续 我们刚还没有介绍这个 这个也是我们的调酒 它其实叫做白玉红豆汤 红豆汤加白 红豆汤加酒 日式红豆汤的吃法 但其实里面是有酒在里面的 哇 所以你很像在吃一个甜点 但是吃一吃 越吃 以后越开心 太棒了 你应该还有很多 没有办法从店里面拿上来 对 有些热料 因为有些比较方便 带一些比较冷盘料理 来大家试试看 那我们店里其实还有很多 不一样的料理 不过看得出来 其实每一次去你那边 都有不同的surprise 是 因为有些新菜色 是 然后会有一些 异想天开的想法 对 加油了 谢谢 最后 蔡薰来吧 今天你的老婆跟你一起来 对不对 老婆说不要啦 我老公上就好 他在旁边帮你做策路 其实今天在蔡薰他的这个 咖啡特调里面 除了要把所有的水果 全部用一轮之外 对 你要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你们做甜点也很厉害 对 我们做甜点也很厉害 然后 我们的招牌的话 现在和他跟他 是我们的招牌的经典肉桂卷 对 那因为肉桂卷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经典 非常经典的一个甜点 对 然后 它为什么变成是我们的招牌 是因为其实我们当初在摆市集的时候 我们在一天内可以就 一天市集可以卖到300多个 你一天拜三四百个肉桂卷 对 市集耶 一天 一天耶 然后就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肉桂卷越来越好吃 老板娘 我怎么觉得我切不下去发生什么事 你要放着切 哦 因为我不对 你不会弄是不是 对 你可以用叉子压子 如果我 我这么不好切 对吧 它很扎实 很扎实 很口感 它其实看起来很扎实 可是它是很松软的 因为我们有加了汤种 我们只有自己做汤种进去 难怪 我觉得我怎么这么难切的原因 是因为你的面包体应该很Q在里面 对 我切不断 不好意思 你可以直接咬没关系 我用8的 可以 然后它的肉桂酱吃起来是不会呛辣的 因为以往的肉桂卷 有些人外面的口感是 酱是很呛辣 但是我们的酱是不会的 送人来 你过来笑你过来 是 这个最厉害的火车吃具是 你吃 你吃给我们看 然后你告诉我 哇真的很好吃 厉害 对 继续讲 好 因为那个肉桂里面有加了汤种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是非常湿润的口感 然后非常蓬松口感 它这才是正确的方式啊 你要不要切一次给镜头看 然后再吃一口 我实在是太熟悉了 太优雅了 我太熟悉了 我自己在扒起来 对 只要拿下切的时候是这样 镜头在拍 你看就是要这样切 嗯 人家在吃法式料理的感觉 这样 讲一下味道 超级好吃 讲一下味道 刚其实我刚在他们在做的时候 我在旁边就闻到这个味道 整个房间都是这个味道 超级香 肉桂可以这么香喔 对 所以你已经把那个肉桂的香气 调到不嗆了 对 嗯 它一定不是只有一种肉桂粉在里面 而且有 有一种奶香味 有两种奶香味 两种肉桂粉 有两种肉桂粉 对 那为什么会有奶香味 奶香味应该是 应该是 我们有加点盐枝花 所以它会让那个 对 因为 面包体本身会加点牛奶 所以它加点盐 它会让那个 奶香味更加明显 加点盐的关系 盐枝花 对 还有蜂蜜这样子 继续吃啊 嗯 很好吃 所以它 它其实整个肉桂粉吃起来的时候 它刚刚说什么 它刚说什么 很好吃 很好吃 好好好 继续 它吃起来的时候是不会 让你觉得很干 或很不酥 不要客气 继续啊 刀子给你 所以就要下一高雄吃了 再来一杯时间 继续 花生卷 老板娘花生卷要怎么讲老板娘 它是用福原花生卷 福原花生卷 用新竹那个福原花生卷 好来 所以你一样是这样切 会非常浓郁 你切给我吃 我不太会切 交给我 交给你好来 这样看起来多么的优雅 哪有像这样一拿起来就啃 对不对 然后那个小燕在跟你讲说 你们家那个雪Q饼也很厉害 怕没时间 没错 然后它也是有加糖种 所以它吃起来也是非常蓬松 我就说吧 是不是不好切 它很Q 他们家特别扎实 很扎实 我可以问你这样 你卖一颗多少钱 130 130 再讲一次 130 怎么会有那么便宜 那么大一个 对 然后这个是150 你吃 福原咖啡 它上面是满满的花生酱 然后里面也有包花生酱 它的这个 它这个其实真的可以拼团购 很厉害 可以 央抢的感觉 可以打微波 气炸锅都可以用 所以它买回去的时候 可以先冷冻 冷冻之后再烤就可以了 就我们很多客人他们是 外带的时候是说 我不会包 我不要烤 那就直接帮我包起来 这样子 然后回副酱包给它 那我们音乐详细 代表没时间 对 好好的吃了 那就开始吃了就对了 今天谢谢三位来 四位来 谢谢大家 谢谢 应该结束了吧 那我们继续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